霹雳国际在昨天正式挂牌进入资本市场 成为首家文创上柜公司 董事长黄强华强调 为了强化国际市场布局 更和Google以及中国大陆的视频网站合作 预计10月中会在香港进行首场的海外法说会 用力敲下同罗 象征霹雳国际正式在证交所上柜 董事长黄强华副董事长黄文泽 财务长郭忠霖 在Q版素环珍一页书 还有真人Cosplay促勇下 声势浩大 我有一件事情要报告 为什么我刚才会多敲一下 因为酒呢就是至尊之数 所以说我必须要敲酒下 谢谢 豆的现场笑声一片 黄强华强调前三季业绩 收到布袋戏游戏授权金益注 营收突破五亿元 年增百分之十八点九 今年EPS要挑战五到六元水准 为了进军国际市场 更牵手全球搜寻引擎龙头 Google 以及中国大陆优酷土豆 爱奇艺 搜狐视频等业者 就是要抢工 影视 娱乐 文创 电子商务领域 庞大商机 我们会非常努力积极地朝这个方向走 其实要上市也不是那么的困难 只是说股本越大 对这个公司的营运越有压力 我希望说能够在整个世界的市场布局好了之后 我们才会思考上市这件事情 霹雳国际透露未来上市计划 首部3D电影准备在明年推出 力拼两年内登上亚洲最大偶动化供应商 为了展现决心 更预计在10月中 在香港举办首场海外法术会 林志远 陈薇佑 台北报导